大家好,我是宋伯 本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AE这款软件 第五讲,我们主要针对序列层进行讲解 如何来制作序列层,以及再导入PSC格式 序列层的话,我们会来制作幻灯片以及文字动画的效果 还有会讲解AE当中导入PSC格式文件的设置 好,我们回到AE这款软件 首先我们在这块呢,导入一些图片素材 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图片向里做一个导入 在第一讲当中呢,我们说过 如果在这块我们去导入图片 想导入多个图片的时候 大家可以框选所有图片 把它整体拖到我们AE的工程窗口内 那么这样的话呢,每一个图片就会当作一个素材独立导入 好,那么在工程窗口这里 我们还是框选所有的素材 选择到这些素材以后 将这些素材拖制到我们的时间线上 那么这样的话呢 AE就会自动让我们来创建一个新的合成 在这块呢,我们可以选择是 创建单个合成还是创建多个合成 注意这里我们要选择创建单个合成 不要去创建多个 如果是多个的话,我们来执行一下看一看 那么我们所导入的素材 每一个素材就是一个合成效果 我们要把这些素材放在同一个合成内才能去做到缓农片的效果 所以Ctrl Z,我们来撤销 那么再次框选所有素材 向时间线放置 所以这里我们要选择单个合成 那么下面可以来设置尺寸的大小 那么在这里呢,我有多张图片,每张图片可能尺寸大小是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到这边来看一下 这张图片的尺寸大小是1920乘以1200 那么下面几张都是,最后一张的话呢,是1024乘以768 在我导入的时候,如果我选择上面的这个几张图片的话呢 那么在这里,合成的大小就是以这几张图片的尺寸 1920乘以1200的尺寸来创建合成大小 如果我选择最后一个素材 那么就会以1024乘以768的尺寸创建素材 所以你希望以哪一张图片的尺寸创建合成大小 就把它设置为谁 那么在这块呢,我选择第一张图片 以它的尺寸大小来创建合成 下面呢,是来设置每一个图层所持续的时间 那么这个时间的意思咱们之前讲过 第一位代表小时,第二位代表分,第三位代表秒 最后一位代表真 那我们现在让每一个素材,每一个层在这里 是按照两秒钟的这个时间长度来设置 好,那么如果现在我们确定一下 那么现在可以看到啊,每一个素材在时间线上的时间是对齐的 这儿并没有一个幻灯片过度的效果 所以咱们来Ctrl Z,再再回来重新创建合成 拖到时间线上 那么我们要在这里来勾选一个叫做序列图层 那么默认的设置,如果只勾选序列图层 我们在这块不勾重叠 那么导入的话呢,可以看到 那么图片和图片之间是一个硬切的效果 直接由它一针换到第二张图片 两张图片之间是没有过度,在这块是一个硬切的效果 那么这个效果会显得不够自然 我们想让图片和图片之间,图层和图层之间 能够有一个淡化的效果 好,那么我们重新再框选所有的素材 将它拖到这个图标上 也可以创建新的合成 拖到这个合成图标上 好,松开 那么这次呢,我们勾下重叠 在这里来勾下重叠 重叠的时间 我们图层只有两秒 每一个图层的持续时间只有两秒 那重叠的时间现在默认是四秒 那么肯定是不对的 所以在这块呢,我们要把图层的时间改为100 代表的就是一秒 那么这个一秒呢,是它在做这个叠化 淡入淡出叠化的时间长度 过渡在这块要不要打开 如果是关闭 那么依然还是没有过渡效果 所以我们要把它打开 溶解前景图层 那么又说谁是前景 谁在上谁是前景 前景图层会做一个淡出的效果 好,我们在这块来确定 那么现在可以看到 每个图层之间会有一秒钟的重叠 那么这一秒钟的重叠 在这里就是来制作上图层淡出的一个效果 那么这样我们可以看到 图层与图层,图片与图片之间 过渡的话呢,就会有一个淡入淡出的效果 好,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以第三种方式来创建 把它改成为第三种方式 交叉溶解前景和背景图层 那么这个是确定 图层和图层之间还是会有一秒钟的重叠 但是呢,之前只有上图层 也说前景的上图层就一个淡出 那么如果我们选择第三项 我们看到背景 也说下图层 这个图层它还会有一个淡入效果 这个我们怎么来观察呢 大家可以通过按下键盘上的T键 T键是什么 显示不透明度 这个咱们在之前是讲过的 那么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第一针的时候 这个图层起始针的时候 它的不透明度是0 证明它这个时候是虚的 向后走一秒钟 那么这个时候它会变10 那么这个时候它会变10 再向后走一秒钟 这张图片又会变透 这个就是它会有一个交叉溶解的效果 会有一个交叉溶解的效果 那么现在我们就做好了一个图片 这样的一个重叠 幻灯片的一个效果 当然最后一个图层在这块呢 会稍微的显得小一点 因为咱们之前说过的最后一张图片 它的尺寸是1024乘以720的这个尺寸 如果不够大的话呢 我们可以选择最后一个图层S键 把它在这个整体放大一些 S键可以修改它的缩放 整体放大一点 这样合适我们的合成窗口的一个大小 好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是利用到序列图层 来制作一个幻灯片过渡的一个效果 在空格键来播放动画看一下 幻灯片的一个过渡效果 好那这个是利用创建合成的时候 制作序列图层来创建幻灯片效果 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我们想做这个效果 打开一个文件 我们打开一个文字动画 播放动画 如果我想做一个文字的这样一个动画效果 文字由大到小 由虚到实的这样一个过渡效果 那么这块大家也可以看到 它实际上还是利用到了一个图层之间的时间错位的一个效果 那么这个效果在这块应该如何来设置 好我们新建一个合成 也可以在这里文件 新建 新建项目 那么它的快捷键是键盘上的 Ctrl Alt加N键 新建一个效果 新建好以后的话呢 在这块我们还是要先把素材导入 导入一个后缀为 PSD格式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我们可以直接向合成窗口里脱拽 向我们的工程窗口里脱拽松开 这块会问我们啊 如何来导入 默认的话呢 应该是以素材方式导入 如果是素材 确定 那么这个时候导进来的话呢 这张图片上文字是并没有分开的 它是一个整体 是一个图片 所以这种导入方法是不对的 好 那我们再继续 把这个图片再继续向里脱拽 那么这次导入的话呢 我们是以合成方式导入 把这个PSD格式文件 以合成方式向里导入 如果我们确定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多了一个新的合成 双击打开这个合成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每一个字符 每一个字母 作为一个独立的图层存在 但是呢 每一个图层的大小 现在是和合成窗口大小是一致的 所以这也不离于我们去做这个文字的缩放动画 因为现在如果做缩放的话呢 这些文字呢 是以整个合成窗口为中心做缩放 而不是以每个字为中心做缩放 所以在这块 我们用第三种方式 重新再导入一下这个文字 拖到我们的项目窗口里 松开 那么刚才说过了 素材不对 合成也不对 那么我们使用第三种 合成方式导入 但是要保持图层大小 就是保持每一个字是一个图层 那大小和这个每一个字的大小是一致的 好 这个时候我们要确定 那么现在是第三个合成 双击展开这个合成 看一下每一个文字还是一个独立的图层形式存在 那么这个图层的大小是按字的大小来设置的 那么它是和每个字的大小是一致的 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接下来呢 我们来制作文字动画 首先呢 在第一针的这个位置上 我们首先要把它放大 而且要变虚 放大的话呢 我们可以通过键盘的S键做缩放 首先第一针 我们把它在这块放的比较大一些 好 打一个马表 制作关键针 消耗走 第一秒钟的时候 我们将它回复到之前的大小 那么在这块直接输入100即可 我们现在是框选所有图层 所以输入一个那么所有图层相同的属性 会一并修改 重新回到第一针 那么还让它变虚 所以按下键盘T键 T键显示不透明度 所以在这块不透明度 第一针的时候应该是0 我们把它写为0 然后这个时候打一个马表 制作关键针 消耗走第一秒钟的时候 把不透明度写为100 让它变10 那么现在我有做好了一个第一针 是虚的 是大的 然后直到后面缩小变10的效果 但是现在是所有文字一起做动画 现在我需要让它做一个错针动画 但是呢 现在我们的这些素材 已经存在了合成窗口内 所以在这块 没有办法再利用新建合成的时候 去制作错针效果 那么我们怎么去做 好 我们由下至上来选择到 这些要错针的图层 为什么由下至上 因为先选谁 那么在这块 谁是先做动画 后选谁是后左 所以我们要最后一个n去做动画 那么所以最后选择这个n 选择好图层以后 我们到动画下面来找到 关键帧辅助 再向下找到序列图层 执行序列图层的这个命令 那么在这块呢 我们要使用一个重叠 如果不用重叠的话呢 它是没有效果的 使用重叠 下面的持续时间 在这块是如何得到的 那么在这块它有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是什么呢 图层的时间长度 我们先来看一下 那么就是合成长度 现在是5秒 我们的图层长度是5秒 用图层的时间长度减去 我们要错针的时间 现在图层长度为5秒 我中间要错2针 那么在这块就是5秒减2针 所以我们得到的是一个4秒23针 因为我们之前是按照25针每秒去做的 所以25针为1秒 那么减去2的话呢 那就是23 所以5秒减2针 就是4秒23针 所以这块的持续时间 是利用图层的时间长度 减去错针时间 得到持续时间 好 确定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V一直到N的这些字母 就有一个错针效果 这个文字动画 这这个文字动画 我们就把它去做好了 好 那么这是本讲的内容 本讲主要是针对图层序列进行讲解 一个是大家可以使用在创建图层的时候 我们再把所在导渡一下 可以使用创建图层的时候 创建合成的时候 来制作一个序列图层 并且制作重叠效果 也可以通过在这里呢 把图层已经放到时间线上 怎么去做呢 也可以来选择所有图层 在动画的关键针助手下面 找到序列图层 利用这里的序列图层 来做一个错针动画效果 好 那么咱们本讲